自从詹姆斯《微博空间望远镜》开始运行以来,已经快两年了,它向我们展示了前所未见的宇宙奥秘。 例如,它帮助我们观测到了外行星的大气层。 这些发现不仅让我们对某些行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还揭示了著名的55Cancre意外行星的新秘密。 这里是快看宇宙第167期,让我们观星和璀璨,探宇宙奥秘。 近期的研究显示,包括WASP-ADB在内的几颗行星周围发现了甲丸,这意味着,像海王星和天王星这样的冰巨星在许多恒星系中都有类似的特征。 通过分析WASP-17b,一颗距离我们1300光年的赤热木星大气层,科学家们发现了由石鹰组成的不寻常晶体云。 这些发现证明了詹姆斯,微博望远镜在发现这些微小元素方面的卓越能力。 55.Cancry星系,也称为Copernicus星系,是一个距离我们大约41光年的双星系统。 主星Copernicus的质量略小于太阳,属于K型恒星,而其半星为一颗较小的红矮星。 这个星系至少拥有5颗行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55.Cancrye,也被称为詹森行星。 这颗行星的质量大约是地球的8倍,根据目前的观测数据和模拟结果,它被认为是一颗内地行星,可能具有非常热的熔岩表面。 55.Cancrye的母星Copernicus质量比太阳略小,由于55.Cancrye距离母星非常近,因此表面温度极高。 由于潮汐所定,这颗行星的一面永远面对着母星,而另一面则永远处于夜晚。 阳面的气温超过1700摄氏度,足以融化铁,而阴面的温度则可能稍低,大约在1100摄氏度左右。 这样的极端温度条件使得55.Cancrye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对象,引起了天文学家们的浓厚兴趣。 自从20多年前发现55.Cancrye以来,它一直是天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发现它曾经是如此令人兴奋,以至于一些科学家决定向这个星系发送信息。 这是乌克兰Metimessaging to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信号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被称为Cosmic Coal。 理论上,这些信号将在2044年到达55.Cancrye,尽管这并不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重点在于,55.Cancrye是一颗绕着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行的内地行星,它的存在挑战了我们对行星形成和生命存在条件的传统理解。 它的质量远大于地球,距离母星也比地球近得多。 这个星系如此明亮,以至于即使没有望远镜,人们也可以用肉眼看到它。 而如果有合适的望远镜,人们甚至可以观察到55.Cancrye一绕Copernicus运动,这种运动表现为大约每17小时一次的亮度,小幅下降。 作为一个可能高达100亿年的古老星系,对55.Cancrye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行星大气演化和生存机制,而且对于寻找可能存在生命的天体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55.Cancrye及其他行星的大气层进行研究,科学家们希望找出这些大气层是如何在长时间的宇宙历史中生存或变化的。 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揭示系外行星的奥秘,还可能为我们在宇宙中寻找生命,提供新的线索。 在2016年,哈勃太空望远镜对系外行星55.Cancrye的大气进行了初步观测,结果显示可能存在氢核氦,但并未发现水蒸气的迹象。 随后的额外观测数据甚至暗示,这颗行星可能是一个所谓的碳行星,即富含碳而不是氧的内地行星。 有观点认为,由于这颗行星可能主要由碳构成,其内部拥有某种金刚石核心,或者至少具有异常的金刚石状地漫。 然而,所有这些发现和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初步的,直到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系外延至行星的最佳证据。 微博的观测显示,55CM1的大气不仅仅是氢或氦,这些通常与气体巨星有关,也不仅仅是铁或硅酸炎,这些通常与超级热的行星有关。 相反,这里发现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发现方式非常酷。 研究人员通过观察这颗行星在绕其母星运行时的亮度变化来进行研究。 具体来说,他们观察了行星在绕恒星运行时的亮度变化,并在行星移动到恒星前面或后面时,通过减去这些二次演星期间的亮度,计算出行星白天和夜晚侧的具体红外光播场。 然后,他们将这个观测结果与各种模型进行比较,例如,涉及某种岩石气体的模型,如硅酸炎大气或涉及富含挥发物的行星模型,可能是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 55,Cancry一白天和夜晚温度之间的大差异,暗示了一件事,这颗行星以极其有效的方式将能量从白天传递到夜晚。 如果这是模拟中看到的熔岩行星,基本上不包含其他东西,或者可能没有大气,它就不足以将热量从一侧传递到另一侧。 相反,它似乎肯定包含某种挥发性,例如二氧化碳,以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将其转移。 研究人员在4到5微米的波长上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下降,这通常只在挥发性大气中看到。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但这绝对是大气,可能与我们在金星或地球上检测到的大气相似,可能更接近金星而不是地球。 但这也明显引发了下一个问题,这一切是如何工作的,它来自哪里,为什么还在哪里。 敲重点,55Cancre E可能有高达100亿年的历史,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星应该已经失去了所有大气,特别是挥发性的二氧化碳等。 但它还没有,这表明行星内部有不断补充的气体涌现。 科学家认为,这可能与熔岩海洋有关,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可能还有其他气体,但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行星周围形成一个相对较厚的大气层,然后不断地补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发生在金星上的情况类似,还有曾经发生在地球上的情况。 既然我们看出,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机制,可能会持续数十亿年。 当谈到发现西外行星和潜在的超级地球时,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它证实了,大气层实际上可以存在很长时间,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再次由各种行星创造。 最重要的是,可以包含与地球相似的生物分子。 重要的是,探测技术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很可能在明年左右,我们会听到超级地球,可能位于宜居区,也有某种非常有趣的大气层。 因为正如这项技术所展示的,通过研究二次演星,研究人员可以弄清楚行星被什么覆盖。 所以,这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会发现一个可能包含与太阳系中内地行星相似条件的外行星。 如果我们足够努力寻找,甚至可能会找到与地球相似的外行星。 现在,寻找可居住行星和外星生命仍然非常具有挑战性,并且肯定需要多年的确认,但可能在明天,我们将会听到一些令人兴奋的发现。 这些发现将会彻底震撼每个人。 这些发现不仅会让我们对宇宙中的生命存在有更多的了解,也会激发我们对于未来探索和发现的无限憧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